以后如果假设你要算哪一个号码在某一个条件的话 当然两个参数,一个是范围,一个是条件 那你就可以马上把它计算出来 这样的话就不用人工的方式去计算 不然你要算半天,而且还不一定算正确 我相信如果用人工去算1号出现的次数 不见得一定都算正确 而且更不要说你有总共有几个号码 总共有42个号码,因为热豆亚的规则是1到42号 所以假设要把这些全部算完 那绝对不适合用人工的方式来做 所以大数据分析的概念 其实大数据分析就是资料量超过一个数量 那不适合用人工的方式做 所以理论上还是必须要借由一些工具 像是函数,或者是像如果写VBA也可以,写程式也OK 反正就不能用人工 不然人工基本上做不完 那再来的话,刚刚有一个问题可能要注意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像这个范围 其实它必须要跨工作表到这个工作表 然后去选择它的范围 所以其实很容易选错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然后再来的话呢,因为我要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在这个2跟100前面一定要加钱的符号 如果没有加,向下也会出错 跟各位讲一下 那如果说假设,我这个地方range 我不要用跨工作表选取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定义名称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将来可以把这个范围 预先给它一个名称 那以后的话,我把这个名称放过来 它就会指到这个范围了 OK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定义名称的方法来做 我是觉得会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那怎么定义名称? 所以接下来的话,跟各位讲如何定义名称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刚刚的这个地方的范围改成定义名称 那如何改? 一,一样先切到101年 二的话呢,一样把刚刚的第2到这100选起来 然后按Ctrl-Shift向下 也就是说呢 先把这个范围先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的 在左上角有一个 有一个好像匡匡的帽 在简贴部下方这边 叫名称方块 那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要叫什么? 你可以自己取个名称 不过这个名称有一个规则 就是你开头不能是数字开头 你不能是100 你不能拿这个 因为101这个是数字 是说第1个字绝对不能是 那个什么 不能是这个数字 你可以用ABC英文或中文都可以 所以我这边给它一个其他名称好了 我开头也许叫什么 给它一个名称叫 开奖101好了 开奖101 然后我先把它输入 输入之后记得按个Enter 它这个时候呢 以后选这个范围 就叫这个名称 OK 然后这个一样 102年也是一样 所以我干脆 把102年顺便做一下 102年我顺便做 102年也一样 先把D2选到J2 然后Ctrl Shift向下 然后我把这个范围的名称叫 叫开奖102 OK一样 叫开奖102 然后Enter一下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这两个范围 就已经是这两个名称 所以以后呢 如果我要取用那个范围 我就不用这麻烦 还要切过去 还要再选取的 还要再加钱的 不用 刚做那些都不需要 好 所以呢我们 把刚刚的动作 假设第1个先定好名称 第2个的话 切到刚刚的公式 那你要改哪个地方 改的话记得 油标一样放在 Count If上面按插入函数 它会帮你把刚刚的公式又跳出来 你可以把range delete掉 接下来 刚刚我们是定了两个 请你按F3 你会发现 F3会自动帮你把那个名称掉 所以特别是这个地方 请你按一下 这个 就是键盘上面的F3 这个是F3 它会自动掉出你刚刚的清单 那你用选的就可以 选的绝对不会错 点两下 或者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当然 将来如果假设 有个状况就是 你一直按F3 一直打不出来字 怎么办 一直按 奇怪怎么没反应 没关系 你自己打开奖101 也可以 所以 假如说你按F3 它不理你 你自己打也可以 OK 有的时候好像会这样 或者你已经按过 你再按 好像它会跳不出来 像现在就按F3 也不会有反应 自己打也可以 开奖101 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公式 就相对的比较简 精简 然后 向下填满就OK了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 那你说 那个开奖101做完之后 那开奖102怎么做 很简单嘛 你就把它复制一下 取消 切到这边之后 把公式贴上 改成开奖102 打个勾 向下填满 就OK了 有没有 也就是说 以后如果你 100 每个先 第一个范围 贴 贴 这样快多了吧 用 自己还要重新 如果像刚刚 假设不是第一名称的话 就比较麻烦 没那么方便 OK 最后当然你可以合计 合计就把两个加在一起 有没有 所以次数的话 如果这样看起来 哪个次数最多 当然这个加这个 哪个次数多 就哪一个应该是次数最多 这个叫40个 这个应该算 12号应该算 蛮OK 它是40几次的 有没有 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 次数多的 理论上应该就是 经常被开出来的 所以是一个 还蛮好的一个参考资料 只是说 我怎么知道排名是 哪一个是高的 哪一个是低的 那当然 你最后可以怎么算排名呢 最后如果你要算排名 你说 排名怎么算 如果假设你没有别的方法 其实比较 如果你不用函数 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游标先放在合计上面 然后呢 找到那个资料里面有一个排序 排序就是说 你可以把那个数量高的 排到数量低的 那这边不是有个 力道A 那你可以按下 力道A之后的话 它会帮你重新排 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是 有几个号码 假设我要 抓它的排名 那排名怎么排 这个就第1名嘛 第1名好像有 怎么会有这么 第1名居然有3个 第2名 所以显然这个可能要算一下机率 那如果你要排名的话 你就把这个排名把它打上去 这个第1名 那第2名的话你就按 按Ctrl鍵按住 向下拉就可以了 这样 Ctrl鍵记得按住 它就全部帮你排完了 第1名 21号 28 34 20 有没有排出来了 最后如果你要按照号码重新排序的话 再点击号码 然后A到Z 它会 有D的 就是号码小的 排在前面 然后A到Z按一下 它就会重新排 排名就排出来了 所以如果假设 你不用 函数的方式 要得到 排名的话 那其实 直接用排序 记得 游标先放这边 Z到A 然后 加上1到42名 之后 再把它重新排回来 这样就OK了 排名就有了 可是你说老师 以后 可是我以后可能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我 那个资料如果重新排 排名 会乱掉的话 我排不回来 那怎么办 如果假设 你不能用排序 那可能你就要换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把它先删掉 就是利用什么 另外一个函数叫 RANK.EQ 所以这边一样统计 里面的话 R开头 有个叫RANK RANK.EQ R开头的 这边 在这里 有没有 RANK.EQ 那我们怎么排序 第一个 它的 数量 在哪个范围 REF就是范围 它的数量 在哪个范围 这个范围 所以记得 选择第2 到下面 Ctrl-Shift向下 等于是第2到第43 这里面 它是排第几名 它排第25名 那order的话 可以把它省略 因为省略的话 表示 如果0或省略 表示递减 就是你的数量 高的排在前面 所以我们就把它省略好了 按确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它的 这个参考范围 一定要是第2到第43 你不能因为向下填满 就把它改变 自动加1 所以不能动 所以记得 第2到第43 一样要把它加一个前的符号 不然的话 这个范围会跑掉 所以把它向下填满 填满到下面 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做几件事 我刚刚重点回顾一下 第1个 就是 把刚刚的Count-If 这个名称 这个地方的 范围改成第1名称 第1名称的方式就是 1先选取D2到J2 Ctrl-Shift向下 然后在这边打上开奖101 Enter 那一样 这个102也是这样 选起来 向下 记得选到J 开奖102 然后在这边把它修改一下 改的方式就是这个地方 按F3 选开奖101 按确定下就OK 向下填满 完成 那一样的方式就把公式贴过来 改个2 那两个相加 做个排名好了 排名的话两个方法 排序跟Rank的EQ 两个最好都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